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在民进党金融市党部召开记者会 针对金融市长谢国梁宣传还9亿的政绩提出质疑 强调烟火市的活动及昙花一现的代言人 对金融市民及金融市未来发展没有任何帮助 谢市府相当自豪的9亿 其实就是月份上的一个浮动 那单看月份就要说市府还在9亿 那今年4月又再度举债20亿 那照谢市府的逻辑是不是金融市又再度欠债20亿呢 112年的中央统筹分配款追加了17亿 今年又再度追加了9亿 这两年追加的26亿 如果妥善规划可以为金融市带来具有相当建设性的一个发展 而不是绚烂的烟花跟昙花一现的代言人 如果照谢国梁所讲的 现在省下35亿 结果呢政府不花钱 可是另外那一栋价值50亿的商办大楼是白白送给建商 而且你还奉送了价值10亿的土地加上未来的营业利益 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是地主你会怎么样打这一个算盘 我想请问谢国梁你家的恶性会打这样的算盘吗 中央给予你这么多的一个金额 这个市长好像真的不太知道基隆需要什么 这个市长好像就算钱来给他 他除了拿去放烟火 除了拿去买一些奇怪的中国公车以外 他好像不知道这些钱要怎么样花在刀口上 怎么样花在基隆市民最需要的建设上面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说 当你四处的做广告说你还债9亿的时候 你同时就是在告诉大家 就算中央给你钱 你也不知道怎么花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梁则是重炮回击强调 目前金融市政府负债比是20年来最低的情况 他们指责我们公车的故障率高 却忽略掉了2021到2023年 其实我们上任第一年的23年 故障率是最低的 2022年在他们上任的最后一年是他们故障率最高的 却没有任何的相关的论述或反省 所以他们以这个还债来说 我们就是有我们的收入 然后呢我们尽量节省我们的支出来进行还债 相较钱是他们其实是拿钱瞻计划 就是特别预算民众的纳税人的钱来做建设 以致发生了很多争议 然后拿原本的市民收入去还债 这一点也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还的债是真真实实 而且已经达到20年来是许才利市长 在90年初才有的那种低的一个负债水准跟水平 所以我实在不小心民进党在做这些不合理的攻击的时候 他们心里对于他们自己没有解决的问题 心里真实上他们是作何感想 我其实真的很阿闷 谢国良表示 金融市政府虽然有支出仍努力还债 尤其新市政大楼的规划 更是所有正常县市首长都会做的方式 罢名要吹票当然会讲很多不合事实的话 但是我们真实上就是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支出 但是我们还是努力还债 而且包括我的政见也逐渐兑现 但是要让市政府一次要负担自有债务35亿的市政大楼 那我当然要采取更好的财政方式 一样的有市政大楼 但是用比较好的财务模式 这个都是正常的市政首长为其想要做的事 记者张启腾 吴俊松 采访报道